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354天 《我们定会得胜》 1968年3月31日 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演讲中 马丁·路德金一遍遍重复一句话 《我们定会得胜》 金是在引用著名歌手琼贝兹的成名曲 《我们定会得胜》 1963年琼与30万人一起合唱了这首歌 歌曲鼓舞人们勇敢面对困难 在迷茫中持守盼望 一年即将过去 我们马上就要读完整本《圣经》了 我们看到《圣经》非常务实 从来不回避生活的艰难 人生充满各样征战 试炼 诱惑 艰难和挑战 但在基督里你定能得胜 诗篇145篇8到13节 神的爱胜过所有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势不可挡的力量就是爱 通过爱我们可以战胜一切 马丁·路德金表达了这一信息 他说 黑暗不能驱散黑暗 没有光可以 仇恨不能战胜仇恨 唯有爱可以 神就是爱 他大有怜悯和慈爱 他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 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唯独神的爱 能够战胜邪恶 在所有人际关系中 尤其是那些极为难处的关系 你要效法神 要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神的爱并不软弱 也不虚无 支撑祂的是神的权柄和大能 大卫表明 神的子民将要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这个真理将被历世历代的人传送 因为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 无怪乎在宣告神的慈爱和大能时 大卫不忘献上赞美 英和华 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民也要称颂你 主啊 感谢你 虽然我们今生要面临严酷的征战 但我们终将胜过患难 享受你国度的荣耀 直到永远 新约圣经 启示录 十二章一节到十三章一节 耶稣胜过魔鬼 有时 即便你已经忏悔了自己的罪 并请求赦免 但负罪感仍然挥之不去 有时 你突然会对自己产生强烈的厌恶感 有时 你会被某种力量控诉 无法抬头 这就是魔鬼攻击人的方式之一 魔鬼是控告者 在西伯来文中 撒旦就是控告者和诽谤者的意思 撒旦在人面前控告神 他让人相信 神应该为一切错误负责 撒旦说 神不可信 撒旦还在神面前控告基督徒 他否认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 他控诉你 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不是指出某项特殊的罪 而是让你产生一种整体上的含糊的罪恶感 但当圣灵责备人时 他会让你非常明确地知道 哪里做错了 本段经文告诉我们 魔鬼将如何被战胜 启示录展现了 推动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 并揭示出世界的终局 约翰要让读者明白 在基督第一次降世和再来之间 世界将会发生哪些大事 约翰每次都提到冲突和逼迫 但胜利和欢庆总是属于神的子民 第十二章主要描写了三个人物 第一 子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 是将来要用铁杖侠管万国的 这位子就是耶稣 后来他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第二 魔鬼 魔鬼被描述成红龙 九节揭晓了红龙的身份 大龙就是那骨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魔鬼是那控告者 第三 妇人 妇人是谁 最显然的解释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但有些学者认为 妇人是被拟人化的智慧 或指天上的耶路撒冷 又或是以色列 也可能是指教会 如果考虑到启示录的文学体材 以及它多层面的解读方式 妇人可能代表以上所有可能 这位妇人身披日头 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她怀了孕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当她的孩子被接到神那里 坐在宝座上之后 她就逃到旷野 在那里有神给她预备的地方 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也就是三年半 圣经稍后写道 骨蛇仕途将妇人赶走 地却帮助妇人 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 本段经文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信息 即耶稣将战胜魔鬼和他的同盟 在历史进程的背后 是正义和邪恶在灵界的交锋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 米加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 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 最终 正义会战胜邪恶 大龙并没有得胜 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大龙企图迷惑普天下 此刻你正在与灵界的邪恶势力交战 但得胜是百分之百的 弟兄胜过他 得胜者就是神的子民 那些在基督里的人 也就是教会 他就是撒旦 魔鬼 控告者 骨蛇 他最终会被消灭 你通过三种途径胜过撒旦 第一 相信耶稣的宝血 耶稣的十字架 及羔羊的血 是战胜魔鬼的终极武器 你应该对自己的身份充满信心 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就不定罪了 无论醒来还是躺下 你都无需背负罪就感这个重担 就像彭克利所说 基督的血就像眼泪 他可以洗掉眼睛里的细小沙粒 第二 分享你的故事 这些胜利者通过分享自己所见证的道 胜过了龙 要想战胜那些敌视基督信仰的人 最佳方法就是分享见证 只要你讲出自己的故事 对方就无言以对 因为没人能够诋毁你的亲身经历 第三 为耶稣献出生命 他们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性命 或如信息版圣经的反译 他们并不爱自己 甘愿为基督而死 只要你对未来充满信心 你就可以有足够勇气 为耶稣献出生命 在他的绑壁里你是安全的 祝啊 感谢你 当我和耶稣站在一起时 我就加入了得胜的队伍 请帮助我 通过信靠羔羊的宝血 分享自己的见证 以及敢于为耶稣献出生命 来战胜仇敌 旧约圣经 以斯拉记 六章一节到七章十节 神的子民胜过逼迫 马克吐温曾说 字典恐怕是唯一一个 不用付出 就可得到成功的地方 不用努力就能实现梦想 这实在是个幻觉 若没有神来相助 教会就不可能复兴 但人必须不断努力 尾身和尝试 才能获得神的帮助 虽然由于受到敌人搅扰 重建圣殿 被迫停工 但大刘士王降旨 要寻查典籍库内 人们找到了居鲁士王 曾经下达的 要求重建圣殿的圣旨 大刘士王再颁预旨 让重建工作继续展开 且任何人都不能横加干涉 公元前515年 圣殿终于建成了 人们大大欢喜 庆祝 欢欢喜喜地 守厨教节七日 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欢喜 接下来是一段安静期 第七章开始时 应该是公元前458年 以色拉担当以色列的领袖 主要负责恢复律法 在人们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让返回故乡的以色列人 重担当以色列人 重担对神的信靠 以色拉是一位文士 且耶和华 他神的手帮助他 以色拉定制 考究遵行 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 教训以色列人 显然 只学习神的话 而不去实践 是没有意义的 对我们来说 以色拉是很好的榜样 让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里 投入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领会他 同时 还要允许神的话 来塑造改变你的生活 将神的话付诸实践 并且教导他人 也这样行 主啊 感谢你 最终你会让我 胜过一切障碍和逼迫 你会将巨大的喜乐 赐给我 请帮助我 学习神的启示 将它活出来 并帮助其他人 也能践行神的话 佩伯的补充 启示录十二章九节 大龙就是那股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是迷惑普天下的 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魔鬼被从天上扔了下来 这真是大快人心 但他被扔到了地上 还好只是一段时间 今日金句 依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第八节 老人有记者 给它 不轻易发态 他能与恨 与恨